2024印度最新空战大片金刚行动正式上线 剧中精彩场面部署阿汤哥的空战电影 地对空导弹攻击印军战机的场面 更是被众多网友评论 该片就是印度的壮志领域 布什从一场蓄谋已久的恐怖袭击开始 一名伊斯兰国的恐怖分子驾驶着满是炸弹的面包车冲进了印度车队 直接按下了引爆装置 大巴车瞬间变成了废品 不仅整个车队都被炸毁 就连旁边的房屋也被拨紧 最后有数百名人在这次袭击中丧生 事后印度国防部立马召开了紧急会议 据收到的情报显示 这次袭击事件是一伙在八国境内的伊斯兰恐怖分子所为 他们分析恐怖分子的袭击行动很有可能才刚刚开始 接下来有可能会陆续袭击他们的桥梁和标志性建筑以及音乐厅等 为了防止此类袭击事件再次发生 他们一致决定派战机偷偷潜入到八国境内 然后直接轰炸那里恐怖分子机体 第二天夜里多架幻影战机组成的编队 在正常的战机空战演练中 几名被授权攻击的飞行员突然改变了飞行高度 同时加大战机推力朝着边境线冲去 他们一路低空飞行 很快就越过了边境线 此时他们距离目标只剩四分钟 据预警机发出的消息 他们将在20秒后遇到山脊 而这座山脊上正好有八国的雷达站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 他们已经演练过多次 依然紧贴山脊将飞机快速拉起 好巧的是这时八国雷达员正好在开检查 完全忽视了雷达上的飞机信号 也就在这件系战机编队很快就越过山脊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刚越过山脊飞行没多久 几名八国士兵刚好发现了战机的踪迹 并且马上就联系了八国空军顾问 很快预警机的雷达上面就出现了两架八国的F16战机 而且快速朝着他们的机群飞去 预计一分钟后进行拦截 得知是这样的情况后 他立马联系了机群对战 同时还更改了任务时间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想要完成任务 他们只能将飞机的速度提升到超音速 有人觉得这样太冒险了 但为了完成任务 他们现在只能冒险于是 随后队长下令所有飞行员加速到一马河 没过多久 机群就快接近入标地 接着他们快速将飞机拉升到万米高空 与此同时 八国的F16也快接近他们 并且还喊话让他们及时离开 不然的话会直接发射导弹 同时还打开了武器系统锁定了多架战机 尽管如此 他们依旧还是选择继续执行任务 因为恐怖分子的基地就在眼前 说什么他们也要投下炸弹 随后队长立刻通知小队成员听他口令 当他数到三后数枚炸弹被同时投下 随着重力加速度炸弹直接击穿了大路 刚好击中了军火 瞬间引发了巨大的爆炸 虽然成功完成了此次任务 但他们在返航的过程中 却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 原本准备拦截他们的F16战机 却突然改变了航向 这让队长实在想不通 他们为何会放弃追击呢 就在这18国边境上的地队空导弹被启动 预警机上的工作人员见到防空信号后 这才知道刚刚的F16战机为何一直没有开火 原来F16飞行员是想将他们赶到地队空导弹的射程范围 就当女人正要通知队长时 地队空导弹已经被发射出去了 并且还锁定了队长的战机 见此情况队长为了整个小队伍受到攻击 立马脱离了编队 然后马上发射了多枚干扰弹进行拦截 同时还加大了战机的推力将速度提升至一马 即使战机的速度再快也比不过导弹四马赫速 此时离导弹击中还有20能 没办法队长只能将战机开进到大山之中 但第一枚导弹现在离他越来越近 关键时刻队长发射了最后的干扰弹 幸好这枚导弹被成功拦截 随后多枚导弹相继袭来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 后面袭来的导弹竟然全部被队长成功堵 可即便如此 攻击依然还在继续 预警机上的人员发现地对空导弹正准备第二次发射 同时又一次锁定了队长的战机 干扰弹已经用完的队长还以为这次逃不掉 危机时刻 同伴及时赶到 并且迅速展开攻击行动 就在地对空导弹再次发射前进 这名飞行员驾驶战机快速朝着他俯冲而去 刚好与导弹擦边而过 紧接着向着导弹车直接发射了一枚导弹 随后他们再次组成编队快速返回到了硬术境 几秒过后他们的防空导弹立马开启 这让紧跟其后的八国战机不得不马上返航 不过这次事件肯定不会就这样结束 八国尚曾对此次他国战机闯入本国境内投下炸弹 感到十分愤怒 并且表示必须让他们尝到同样的资料